咱们有很多老铁上饭店,都喜欢点农家一锅炖,有什么玉米啊,豆角啊,那是真相啊,其实在家做也非常简单,咱们先准备两个土豆,然后用打批刀给它去皮,记住这个土豆不能用刀直接切,要用刀去本,饭店就这么做,口感更好,五块钱的长豆角,咱们给它掐去两头,然后掰成小段,用清水给它们洗净,这样可以把土豆洗去表面的淀粉,防止土豆养化变黑,哥哥比王嫂要了一小块五花肉,咱们先给它切成小块,再准备一半玉米,然后用刀给它切成小段,接下来咱们 开始烹饭,先把锅烧热,然后加半勺凉油,油夜之后把五花肉先下锅,开小火慢慢的去炒,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炒出去,炒得干一些,五花肉炒出油之后,然后把这个油给它冷掉,要不然特别腻 加上大块的葱酱,一半大料,加肠菜必须加一小勺十三香,再加少许的老抽给它调个颜色,把它们炒出香味,炒至上色,然后把土豆和豆角下锅 这个时候开小火不停的翻炒,大约需要三分钟,我每天用心的教大家做一道家常菜,只希望老铁门能给胖来个双鸡,感谢大家 把这个豆角超越,然后加入更食材一瓶的清水,加半条生抽酱油,然后把玉米段下锅 加盐和鸡精调味,开锅转小火炖十二分钟,时间到满屋飘香,最后加一点味景给它提个鲜味 大伙给它烧干汤这儿,你看这不就好了吗,在家做农家一锅炖,想炖啥就放啥,那是真相啊